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先换到300页 哈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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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剝落法 無上聖身剝落法 百千萬劫南昭義 百千萬劫南昭義 我今見聞得受持 我今見聞得受持 厭解如來真實義 厭解如來真實義 我們今天看這個大剝落經 也是第二會 我沒所印的版本 就是三百頁 我們看第三行 護至善見 我乃至 見者無所有故 當之遠處依無所有 遠處無所有故 當之虛空依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依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故 當之無量依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故 當之無數依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故 當之無邊依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故 當之一切法依無所有 由此因言故說 大聖阿 不能容受無量 無數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謝 若我乃至見者 若遠處 若虛空 若大聖 若無量無數無邊 若一切法如是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我們讀了這一段 就是我們了解所謂 要圓滿波羅波密多 你必須 越過所謂我們的 遠處的觸手 乃至我 乃至見者 我們讀波羅法會 就是一直要訓練自己內觀 我們這 我們雖然講內觀兩個字 不是藍傳的內觀 我們的內觀是以波羅波羅密多的內觀為主 那波羅波羅密多你的內觀為主 就是你要知道一切皆是無所有 那為什麼都要把這個結果的無所有先告訴主委 因為他的因的過程都是在變異 你抓不住他的固定的有 因為抓不住固定的有 我們作為一個修行人 經過這樣的思維結觀以後 我們就不需要再去找另外一個有所有 所以這個無所有這個五 以後你們都盡量把它解釋 這是二邊不找 二邊不找所有 就是叫無所有 這個五絕對不能把它解釋空間斷間 這時候我們以後 這樣解釋給人家聽的話 以後我們自己也 也照著這個 講經啊 說法不清楚的那種盲點 所以這個五以後你們盡量在 我們佛門一定要記住 他是不找二邊 所以才叫做五的形容詞 絕對不是斷間空間這個 五的解釋 所以我們從遠處的音言 為什麼都從這個 我乃至見者 因為我乃至見者都是主觀的觀念 就是發生在我的肉體 我的肉體就是一個 我的代表或者見的 乃至見的代表 為什麼都無所有 因為他會變異 身內的元祈法都會變異 所以佛陀呢 教育我們站在這個角度當中啊 我們叫做他無所有 你看喔 我們的 我乃至見者 從你一歲 兩歲 三歲 十歲 二十歲 現在五六十歲的 請問你的我 有沒有改變 其實你在稱呼那個我沒改變 但是那個我所互助的那個 身體啊 的形象在改變 所以記住喔 所以才說 你不要把這個我當作 跟肉體打成一片 因為肉體會稱為我 只是一個方位 時間空間的改變 他的稱呼也會改變 所以他會改變 你的肉體會變成你我他 或者裡面他們我們的稱呼 所以你了解的這個 波羅波羅蜜多啊 是佛陀希望你 了悟他是一種聖身元祈法的和和 所以在聖身元祈法的和和 他就是聖身波羅波羅蜜多的寫招 所以呢 你可以從遠處 依無所有 遠處無所有故 當之虛空啊 依無所有 諸位你看我們從啊 從你出身喔 一張開眼睛看著眼前的虛空 跟你現在五六十歲的虛空 請問虛空有什麼變異 我們只在啊 虛空的外在的環境啊 在變異 聽得懂啊 在變異而已 可是虛空的本質 他還是沒有變異 那我們作為一個修行者 是不是也可以像虛空啊 任何一個境界 眼跟一道色整而都一道深層 亦跟所遇到的法成啊 我們一樣安住如虛空 本性的無所有 無所有我們講 我們剛才不是講嗎 不記著有無二邊 還叫做無所有 不是斷密見的無所有 所以我們佛法傳到現在呢 只是說 這樣的觀念啊 我們作為一個佛陀的真實的弟子 你有沒有去把它 在日常生活推行起來 來應用 如果你沒有推行起來 這個無所有的那種觀念啊 那你當然會反射回來 你都在只有值常見的那個框框裡面啊 然後起煩惱 晚上睡不著覺 因為只有嘛 你沒有辦法接受無所有 所以一件事情在日常生活發生當中 不管人家對我們高興不高興 對我們喜歡不喜歡 對我們誤會不誤會 其實它這些裡面都 發生在五印的狀況 發生在十二路的狀況 發生在十八界的狀況 那你我們作為一個修行者 剛好借用這樣的 逆境順境的考核 五印十二路十八界 那你可不可以安住在五印皆空 乃至無所有的境界 這時候你當然就做到什麼 心無關愛 無關愛故 其實我們佛法 全世界的宗教再怎麼推行啊 都是有所有 都是有 只不過它的有所有在某一個 宗教它的觀念它是什麼 它是基督教 鬼教 天主教 或者東正教 或者一般的世間的各地方的地方民俗文化的宗教 這些都是有所有 有所有的 所以他們有所有 就有他們有所有執著的那個果報 所以有人告訴我說 我們這些 世間人 當他沒有了解 波羅波羅密多的時候 他一定會受限於 他自己自我觀念的有所有給綁住 那自我觀念的受限給綁住 他有沒有他個人的因緣果報就有 因為因緣果報是早有眾生的 失色 聽得懂嗎 那佛陀並不是反對 這個因緣果報的有所有 只是佛陀欠你們不要去執著有所有 沒有 如果反對 那釋迦牟尼佛又倒入 把所有弟子引導到空間去 沒有 佛陀從來沒有這樣說 佛陀只叫你不找 要記住 不找他並不是否定有跟無 他只是不找有不找無 所以你們要讀波羅波密多 那種觀念要改變一下 不是 波羅波密多 佛陀都叫我們說 一切無所有 那就表示 什麼事情發生也不用負責任的 那不用負責任 你不是斷見空見嗎 其實佛陀從來沒有講這種話 是你沒有了解釋迦牟尼佛講的 清淨平等法的觀念所造成的 是你自己誤會 所以佛陀叫你不找 一定要記住 不找跟我不要這個推翻這個 那是定義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找也就是說 我接受任何陰炎像在我的面前 所以因為我不找 你的所有的陰炎像在面前的話 那我對這個陰炎像的射程 我不會說你叫做漂亮不漂亮 好看不好看 美麗不美麗 我只是看到的 不管美麗不美麗 好看不好看 他一定會生老病 會沉住壞空 生住一妹 我們學習波羅波密多 你一定要接受這樣的 正念正知的觀念 如果你接受你在日常生活 所遇到的這個六根 六成的境界裡面 乃至於因為我們的肉體 本身就具備五印的合合 因為我們的肉體具備五印十二路十八界 六大的合合 所以我們只要說五印 當然就包含前面的 所謂十二路十八界 然後六大了 就包含了 那如果你要閱讀一切苦惡 那你就要接受 一切都是 本來如是的親近平等 是因為我們找一個有 主觀觀念的觀念 我們今天才會心裡不舒服 所以凡有心裡不舒服 那你一定找有邊 凡你也特別心裡特別高興 也是找有邊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高興不高興 他會被時間空間給淘汰 所以你絕對不會遇到有一個人 可以發脾氣 他的定力很好 發一整天 你會看到這個人嗎 不會 因為他發了五印間 他就受不了 他就要轉念 他在世間人的轉念 開開電視 看看那個續劇類的 來改善他自己的情緒 聽得懂嗎 他會找 或者他到公園去散步 這個就是轉念 轉念 那我們今天修正 修行佛法的人 不靠外在的這些的 生魅的那個佛動來轉念 我們靠我們的內觀 聽經無法法義 所以你不需要去看 電視的表演 電影的表演 或者什麼活動的表演 才會改變你的情緒 可是呢 在世間的人 他不了解這個波羅波密多 我們不得不要辦一些外在的活動 讓他們 周六若日快樂快樂 這個是 你是在浴血的眾生 但是我們現在了解佛法的 修行人 我們就要靠我們自己的內觀 自解 我們也 因為我們知道 靠外在的這些的辦活動 他畢竟會有生有滅 為什麼 因為你辦活動 不可能聯繫辦一個禮拜 同樣的表演 辦一個禮拜以後 我看觀眾 都自己先退票了 煩都煩死了 怎麼都跟昨天一樣 寵物的演 他說寵物的演 就是要讓你產生快樂 但是我們 產生快樂只是 差弄的可以接受 如果 原來的那個演的續距 如果聯繫讓你看十遍 我看你坐在那邊就睡著了 因為你已經知道結果了 所以不用看 聽得懂嗎 因為他是有生有滅的 續距的表演 世間人必須這樣子 點到為止轉他的念 那我們今天修學佛法的這個 修行人 就不再靠那個外圍的動作了 不再靠那個禮拜六 禮拜天的那個 所要辦的佛動 我們今天心裡才會舒服 才會清淨平等快樂 我們沒有了 因為我們已經 你們慢慢一直進入 那個 有於一的內盤界 從有於一的內盤界 進入無於一的內盤界 為什麼 因為我都不靠其他的 一切的活動的表演的一 聽得懂 我才會激進內盤的 這樣子 所以你們在寫佛的構思中 就自我栽培你 成就著聖生菠蘿菠蘿蜂蜜 也就是真正的聖生的極其內盤 所以當之虛空一無所有 因為我們去想想虛空 不住一切法 你看從我們宇宙起來 有這個虛空的時候 他不找有邊不找無邊 他不連那個有 也不連那個無 那你這個修行人 修行人能不能轉移 移轉一下 你今天用功的那個心量 氣量 度量 雅量 可不可以 如虛空一樣 如虛空一樣 任何一個順利境界在虛空發生 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的廣島這個炎子彈炸下去 你看虛空還是爐爐不動 也沒有發生虛空變成什麼樣 也都沒有 我們現在沒有戰亂很平靜 虛空還是一樣 所以你看你的用功修行 可不可以 遇到大逆境大順境的時候 你還是像虛空的那個本性一樣 本性一樣 所以我們佛法的波羅波密度 你要記住 它並不是一個境界 它是一個無助 身心的境界 它不是叫你有助 你要你這個才懂波羅波密度 所以你這個修行你可以接受順境的高興 可以接受那個順境的跟逆境的那個不高興 可是你接受以後你還是一樣 如如不動 這時候大家才可以叫做有資格 叫做什麼 端做紙巾 要做到這樣子的 這個叫波羅波羅密度 我們佛法 推廣到這個人間來 釋迦牟尼佛 他真的不是在推行功法 他在推行 波羅波羅密度的 叫你不要再去指有邊 聽得懂 所以我們在經典裡面就講佛陀 跟佛陀在一起 然後用功的這個蟬陀比丘 原來蟬陀比丘還沒出家的時候 就是跟佛陀 佛陀當太子的時候 他旁邊的那個牽馬的一個侍者 然後他叫蟬陀 那出家以後 他就比較有慢性 因為他在印度的種姓 他根本不是很高的種姓 所以當然就是有 就可能是第四種姓的人而已 可是進入佛門以後 釋迦牟尼佛的那個教團的規定 是一律平等 在我們教團不能再分四姓的差別 不能說我這個教團有分 波羅門差地利 那裡面還有蝙蛇 索陀羅 我們有分這個 我們不行的 一律平等 所以在我們釋迦牟尼佛 在印度成立教團以後 他提上這個平等以後 然後這個 很多這個種姓 屬於第三種姓 第四種姓 來佛門出家 在他們的心理上 有說他們來佛陀的教團 有一點四族地的心態來講 就是地位被提升了 聽得懂嗎 地位被提升了 所以有一些的人 他沒有刺激 其實佛陀推廣平等 並不是教你們這些 地位低的人的種姓 然後你又起了卑下慢 或者貢高我慢 你看我們現在來這個 佛陀的教團可以平起平坐 你看我們地位提升了 你這個念頭起來 你還是一樣有著編 其實佛陀的平等的教育 所以並不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佛陀比丘呢 因為他就是因為 在家的時候跟太子牽馬 牽久了以後 出家以後 他的慢心就出來的 他說你們哪裡可以了解 我跟那個太子西達多 還沒有出家我就陪伴了他 我最了解他了 所以他就會很容易慢心 傲慢 所以在生團裡面的 除了六群比丘以外 就是這個我們這個蟬陀 這個比丘出家以後 他就是那個卑下慢很嚴重 所以他說你們跟所有比丘講 你們哪有一個有資格 說最了解西達多太子 我從西達多太子出家 在他整頓政節的時候你看 我都了解他 這樣子習氣改不過來 這樣就活到七十幾歲 還是這樣子 可是都沒有建法開悟 因為他都傲慢 慢心 慢心 用世俗地的那個角度 你們哪有資格 比我更了解這個西達多太子 所以你們都要叫我大師兄 我是大長老 是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佛陀內盤以後 因為沒有人有辦法去教育他 所以我們常常在經典裡面講說 墨病兩個字 大部分都是為了他 可是以後呢 你如果看到蟬陀筆 我們大家親近筆 就不跟他說話了 讓他孤獨過一生 你看佛陀的教育 也沒有說處罰他 就是看他用這樣的方式 墨病的方式 看看可不可以給蟬陀筆 就自我解惡 解查 可是那個沒有文化的 他的習氣很重 他想改 可能改五分鐘 五分鐘過後又忘掉了 一樣有自解解枝 但是都不久就會忘掉了 等到佛陀內盤以後 他已經沒有靠山了 我們士徒弟講 沒有靠山了 可以一了 就說他就開始緊張了 緊張了 緊張以後 因為他在生團的慢心 已經所有生團的地方的 不管是王社城 社衛果這些的 甚至都知道他 所以一看到他都不跟他接近 不跟他說話 這樣子是不是墨病成功了 但是這樣子 蟬陀筆丘已經七十幾歲 他自己會緊張 因為他找不到同山道友跟他聊天 他不知道以後 他真的做孤獨的老人 老人 所以當他緊張以後 不得不就去再去拜訪 那個佛陀的侍者阿蘭 請阿蘭告訴說 佛陀道許 在世的時候到底都教育我們什麼 這個是大家一定要記住的 佛陀到底教育我們什麼 然後呢 這個阿蘭也知道這個老師兄 他慢心很嚴重 因為阿蘭沒有通力 不知道他今天來求法是真的改 還是不是 還是假的改 也不知道啊 也不知道我們這個老師兄 因為阿蘭最少差他二十幾歲 所以他怕這個老師兄 老蟬陀聽一聽又不想接受 不過我們今天講經說法 阿蘭還是很聰明 他知道這個蟬陀在生團裡面 只有恭敬幾個人而已 要記住只有恭敬幾個人而已 所以阿蘭真的很聰明 他說其實佛陀在世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佛陀說什麼 所以以後你們要度化我 也要用這樣的方法喔 要記住 他說阿 我曾經阿 在佛陀的在世跟阿蘭蘭蘭蘇 那就可見 禪陀對這個論意第一的佳蘭蘭蘭很恭敬 因為要給他很恭敬的對象 還要選擇看看 這個也叫做方便治 我們不只要此外以無愛 我們啦 觀眾聲啦 司法也要無愛 然後阿蘭知道說 反正我跟你講 佛陀在世的時候我跟你講 你也都聽不進去 如果再說我說的話 可能他也聽不進去 所以阿蘭很聰明 這個就是善巧方便治 所以才說 我聽說佛陀在世的時候 我聞說跟大家三元說 什麼叫做佛法的中道第一地 你看喔 所以只要你聽了這個 其實真的你們都見法 然後呢 我聞說佛陀在世跟大家三元說 什麼叫佛法中道第一地 就是不找有邊不找無邊 是中道第一地 那一個人在學佛的那種心態 他追求法義的那個真切心 他已經很緊張了 所以他這一次沒有見法開悟 他會自己不知道下一個路子 他怎麼走 這是纏透當時的那個心思心態 因為他很慌張 在生團又沒有人願意跟他交流聊天 因為他的這個習氣太重 已經生團都知道這一號人物了 所以我們要跟他默病 以後也沒有朋友沒有道友 然後這時候對道樂的追尋就很悲切 那心態就不同了 所以當阿朗尊者跟禪陀比丘說的這樣的 佛陀是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能夠不找有邊 不找有邊是中道第一地 他聽了這一句話 就叫見法 禪陀就見法 所以你們不知道你們聽這一句話 有什麼心態會變 你們還一樣擄擄不動 那擄擄不動代表見法還是不見法 我們謙虛不能講 聽了我們謙虛不能講 所以所以我們現在來看解析這一條 所謂中道第一地 也就是說佛陀在世的時候一直推行這個教義 所謂教義就是波羅崩多 佛陀在世的時候不推行功法 也不推行你們要閉關 也不推行你要苦行 也不推行世經很多的 佛陀在世的時候只在推行 你的執著的那種觀念 那種主見 是在哪一個地方你自己卡到自己 佛陀要破解的就是破解你這個 所以我們佛法為什麼只有全世界的宗教來講 原來佛陀在世的時候不叫宗教 原來印度在世的時候 佛陀的身團跟六四外道的身團是一樣的 所以身團並不是那個 我們現在都已經習慣了 身團叫出家人 可是在印度不是 因為印度的六四外道是哲學思想 他不是波羅門教 要記住 那佛陀起來以後也是 如果印度來講他也不是宗教 他也是一個哲學思想的 一個沙門團體 所以就六四外道的思想團體 再加我們佛家就第七個 聽到第七個 所以在印度當時就是 這七個的那個真理的推廣的觀念 在印度 所以主要你們一定要分開 六四外道他並不是波羅門教 不是印度教 他不是宗教 他是我們的類似現在比較白話說的 學術思想的團體 那佛陀在世的時候就已經有六個團體 都是印度的哲學文化的思想界 就是有這個 那佛陀成立的是第七個 聽得到 所以佛陀當年的時候 在弘揚這個真理的宇宙的實相的時候 也是叫你去了解 如果你能夠自我教育自己 六根一到六層的境界裡面 你自我截觀不找有見不找無見 這時候你剩下的那個境界 就是極境內盤的中到第一地 聽得懂 那只是佛法透過印度的傳承到度派以後 我們就變成了宗教化 聽得懂 原來佛陀當年不是不是的 大家知道這個歷史 那佛陀會推廣這個波羅波羅密多 你看波羅波羅密多 我們從第二會讀到現在 都沒哪一段文在跟你講這個燒香禮拜的功德 不講這些的 聽得懂 不講這些的 都講波羅 這個就是佛陀在世的教育 聽得懂 因為他不讓你再找有邊跟無邊 或者一友一五 非有非五 因為六師外道他們本身就是有邊無邊 一友一五 非有非五的那種哲學思想的團體 你看穆建聯跟社利子還未到佛陀的身邊的時候 他的團體就是非有非五 就是普曼論的一個學者的教育 他以前就皈依他們的 跟他一起學習的 但是他知道他們還是找一個非有非五的有邊 所以沒有遇到聖聲言其法 那佛陀推廣出來的獎金說法是推廣聖聲言其法 就是聖聲波羅波羅密多 就是說你要了解 因為了解聖聲言其法 你才不容易去找一個有邊 因為不找有邊 我們三肚五概就比較沒有 聽得懂嗎 因為我們今天會有三肚五概就表示 我找有邊 聽得懂 遇到逆境順境 你就找有邊 所以我們讀的波羅波羅密多 你就要是自我結照 所以我們叫自解 結他 結醒也滿 自解自己有沒有找有邊 如果有找有邊 我們希望你在最短的時間空間 放下那個職走 我不是用有一個功法 讓你的職走那個放掉 沒有 如果有一個功法讓職走放掉 那我看我們所有的外環位的眾生 大家也倒就成等正解了 聽得懂嗎 沒有了 所以是靠你的思維修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入 我們修學佛法的重點 以文師修三位怒三謀地 聽得懂嗎 以文師修怒三謀地 不是以外環位的功法怒三謀地 大家一定要記住 這個竅門 這個口解 所以文師修怒三謀地 也就是三謀地 不是坐在那邊苦修盤奏 然後幾個小時不動 我這個人才叫成就者 那個人也叫成就者 但是世間的成就者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那個讀書的前十名的那個 世間的成就 但是不是菠蘿菠蘿蜜多的成就 所以我們了解菠蘿菠蘿蜜多 所了解的這個無所有 就是希望你不要去找 我們尊重一切所有的延期法 聽得懂嗎 你只要有辦法一直內觀 在這個區塊裡面 其實你以後 六根一道六成 你的日常生活 一切生活都很 無怪故 無有恐怖眼裡 顛倒夢想 你真的會做到這一段 假如你還有所有 聽得懂嗎 你把我們佛法所教育 你會當作那個文字知識在研究 然後我要親近你的身邊裡面 看到你的有所有 為什麼看到你很容易有 貪意蓋 稱為蓋 餘吃蓋 掉毀蓋 餘蓋 慢蓋 無明 這個都是有所有的反射作用 所以我們修習佛法裡面 你不要把它當作哲理的那種抽象的說法 你不能把它當作這個 它是面對佛陀的教會 是面對你在日常生活的五印十二路十八界六大 都在這裡 都在這個區塊裡面 去瞭解元祈法 延伸元祈法 你如果做到了 那我們 你可以做到像虛空一樣 它的心量 心獨太虛 然後幹嘛 無所有 所以思一空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 亦無所有 所以大聖就是等於虛空 聽得懂 主委你一定要記住 不是今天我們 讀大波若君 或者讀法元金法瓦君 讀大聖經典 我們叫大聖行者 不能以你讀聖經典 來抽你叫大聖經者 是你借用讀這部君 然後讓你截之截照 你是不是 無有所住的修行者 如果你達到 無有所住的修行者 你才可以叫做大聖行者 不是以你讀經來說的 譬如說我們今天讀大波若君 如果你在大波若君讀聖 你沒有得到他的法義的滋潤 回觀返照 在你的身狗一三夜去應用 你也不是大聖行者 聽得懂 你只是讀聖大波若君 可是你的身狗一三夜 不是大波若君行者的那種樣子 聽得懂 你大波若君行者的樣子 必須要無所住 接納所有一切 人家對你的禮貌恭敬 或者不禮貌 或者不恭敬 你要接受 然後你從這邊截觀 你有沒有有所住 有沒有被人家講一句話 反對的話 就激怒我們的內心就開始波動 可是臉色還裝得很有修養 那如果這樣子 就一心照二兩面做人 一心照兩面 因為自己心裡有住 自己內心在波動 所以我們所謂大聖的行者的人 必須 因為大就是無所住的人才叫大 這個聖 我坐哪一條車子都可以 我不會計較 因緣 我該走路就走路 我該坐車就坐車 我該什麼 這個叫做大聖 他不計較我坐哪一部車子 我如果用比較通俗的白話來解釋 這個叫大聖行者 不是出門一定要交車載送 我叫大聖行者 那錯 那不錯了 那個都是錯誤的 不是的 我們佛法的大聖 就包容一切 看緣起來決定 所以說當之大聖一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故 當之無量一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故 當之無數一無所有 不管無量跟量 我們有時候把它當作方位的量 來解釋也可以 數當然我們就知道是數字 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故 當之空間的無邊 亦無所有 無邊就是說 不管你這個修行人 你的觸手在東南西北的交換 你也無關愛故 聽得懂嗎 這時候我們才叫做無邊的人做得到 今天人家請你到國外去弘法 你都不會說那個地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適應 不過適應我還是不要去 這時候這個修行人 還一樣不是波羅波木都行責 因為他有邊 他要先選擇保護他自己可不可以 聽得懂嗎 無邊的人不能起心動 有緣起可以的話我們就去 不能再去考慮說交通不方便 你沒有用大車子來接我 我可能就不去 那這個都是叫有編的修行者 無編的修行不能計較 該有那個華麗給眾生得利益 不管做什麼交通工具都不會計較 就去了 你看我們在民國時代 能夠做到這樣子的人 只有馮玉律師 似乎是蠻會挑剔的 雖然我們民國有幾個高僧 但是真的能夠做到 做到這個 一個大 因為只有馮玉律師 還有譚希老法師 他們兩個人做得到 你什麼車子來 只要有去 走路我就走路 你車子沒來也沒關係 我自己坐車去就好了 你要看 所以在民國這個 比我們這個老前輩之前 我們看他們的傳記 最能夠瀟灑 雖然 馮玉律師是一種持戒很嚴謹的人 可是他的內心是一種無我無惡 聽得懂 所以他不大願意排場 一般我們在看他的傳記 裡面在家居然當然看不到他 比較內密的傳記 我們比較有機會看到 所以某一個道長請他 然後那一天都已經在門口 因為大陸的道長都是這樣的 風暑 要請大和尚大瓦斯來 就好像迎皇帝要進來一樣 迎皇帝 那個長官要來一樣 都要排班紅地毯 黃律師是不搞這一套的 他前一天晚上就去掛單了 就去掛單了 就在那個寺廟已經要掛單了 第二天怎麼那個 那個黃律師怎麼都沒來 大家都在門外迎接要等他 結果呢 黃律師偷偷 我昨天晚上就已經來掛單了 我已經來了 你看你就看一個用功修行人的無我 他表現在外面就是這樣的寫照 他不在意這個 因為我們是要弘揚政法 不是要弘揚官員 大官 我們不是要接引這個大官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 用功修行的時候 我們才做到無邊 不管哪一個地方 時間空間 我們就不會再去找一個有手有 你對我攻進不攻進都沒有關係 聽得懂 你看黃律師到了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彈青桃法師的那個青島的 湛南是蔣介立 蔣介立 因為他們比方 黃律師身體不太好 太鹹他不能吃 可是沒辦法他記得比方 到了青島 那煮出來的都太鹹 因為是比方的味道 他是藍方的人 可是黃律師還是有修養 沒有說你們如果煮的這個我不合口味 我明天要停課了 黃律師都沒有 所以你就看他在日常生活裡面 他幾乎都沒有 然後呢 當要 當要離開的時候 他半夜偷偷跑掉 結果明天 我們說明天 要送他一程 結果都找不到人了 你看這個才叫無我的修行人 在民國我看到很多這些的傳記當中 結果他一個人做得到 其他人做六十分八十分 他真的做得到 所以才說 無邊無所有 當之一切法依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大聖可能容壽無量 所以記住大聖可農 所有的因緣叫做量 或者叫素 或者叫邊 大聖的行者 不再被這些給綁住 也就是說不再量 素邊被綁住 所以才叫做 無量無數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現 若我乃至見者 若遠處若虛空 若大聖 若無量若無數若無邊 若一切法如是一切 若無所有不可得 所以都無所有不可得 不會去 在一個有邊 可執走 好 我們從前面的這個虛空跟數量 這些來磨練 下面呢 就從日常生活的 有情的邊來訓練 呼之善現 我乃至見者 無所有故當之 而彼舍身 亦觸 輾轉 亦無所有 你看觸喔 有眼觸 耳觸 鼻觸 的這個因緣 我這個修行人 也要訓練 因為這個訓練 是點的訓練 因為這個點的訓練 都在你的身體上 因為你的身體上具備什麼 言而彼舍身亦 你就要這邊截觀 所以 亦觸無所有故當之 虛空亦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故當之 大聖亦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故當之 無量亦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故當之 無數亦無所有 無數亦無所有故當之 無邊亦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故當之 一切法亦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 大聖普能隆壽 無數無量無數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現 若我乃至見者若而彼舍身亦處 若虛空若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邊 若一切法如是 一切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所以我們希望 大家讀著這一篇 在這場生活時間 空間所遇到的 跟我們肉敵 有相碰相接觸的 五應十二六十八戒 大家訓練截觀 訓練截觀不要再去 反射回來 就是人家沒有尊敬也沒關係 剛好也感謝他 信念 那個不被尊敬的那種 心裡的感受 我會不會有所有 其實你也要經過夜過這一關 故之善現 我乃至見者無所有 故當之色處依無所有 色處無所有 故當之虛空依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 故當之大聖依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 故當之無量依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 故當之無事依無所有 無數無數 無所有故當之無邊依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 故當之一切法依無所有 由此因言故說大聖依能容受 無量無數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現 若我乃至見者 若色處 若虛空 若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邊 若一切法 如是一切 皆無所有 若有不可得故 若此善現 我乃至見者 無所有 故乃至深香味 觸法 觸法輾轉 依無所有 你看喔 現在要靠這個色深香味 素來磨念你看看 磨念你看看 然後 深香味觸法 觸法無所有 故當之虛空依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 故當之大聖依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 故當之無量依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 故當之無數 依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 故當之無邊 依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 故當之一切法 依無所有 由此因言故說 大聖捕人榮受 無量無數 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現 若我乃至見者 若生香味觸法觸 若虛空 若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邊 若一切法如是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好 悟至善現 我乃至見者 無所有 故當之遠界 所以我們的總綱 就是說 我乃至見者 這個我乃至見 都是發生 在你的肉體上 從這個肉體當主角 那其他的 不管是五印色 六十八界 這些遠處 或者遠界 那你這個修行人 在這個當下的 延起的變異 你要注重的是 當下的節觀 來看你有沒有 有所有 聽得懂 所以你要記住 你我們 現在學伙要提升起來了 提升起來 但是我們都不 否定外反略的過程 本來我們就要 就像我們四足弟 你今天讀大大學 壽士博士 你不能反對 你曾經讀過小學的六年 因為沒有他你不能成長 聽得懂 你不能說他們沒用 你這個就換了斷劍 聽得懂嗎 他是成長的階梯 那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從以前初學外反略 然後慢慢去了解 內反略乃至了解劍到位 然後了解波羅波麗多 作為一個波羅波麗多行者 你必須心還要更細 聽得懂嗎 你還要更細 細到什麼 五印裡面結照 十二六十八戒裡面結照 你看 你現在要 要在哪裡結照 要在深香味處法處結照 然後要在遠界 當之遠界 一無所有遠界無所有故 當之虛空一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一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故 當之無量一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故 當之無事一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故 當之無邊一無所有 無無所有故 當之一切法一無所有 由此淫言故 大聖普能容壽無量無數 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現 若我乃至見者 若遠界 若虛空 若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邊 若一切法如是 一切皆無所有 若不可得故 你看我們所讀的 這個所謂這個處 遠界 下面呢 就是言而比舍身 都一樣的 我們念過去就可以了 虎之善現 我乃至見者無所有故 當之而 而界 就是 而比舍身一界 輾轉一無所有 第一個都會練一個 每一個根的一個遠界開頭 然後下面五個界都一樣 也就是說五個界都一樣 就是說希望你 訓練 無所有並不是只有 遠界訓練成功 就ok了 耳界也要訓練 鼻界也要訓練 蛇界也要訓練 你看鼻界 蛇界 尤其蛇界 是不是在你在家裡吃飯 都要遇到蛇根 就是說你叫蛇根來 來考考你自己 這個你吃東西根本不是對人 是對東西的食物 那你看看 你在這個蛇界的應用 裡面 你對他的 那個 內在的波動 的 是非對錯 高低沒走 有沒有被激怒起來 激動起來 所以 而彼舍生意界 無所有故 當之虛攻 亦無所有虛攻 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 亦無所有大聖 無所有故 當之無量亦無所有 無量 無所有故 當之無數亦無所有 無數 無所有故 當之無邊亦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故 當之一切法亦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大聖 普倫龍說 無量無數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謝 若我乃至見者 若而彼舍生意界 若悉空到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邊 若一切法如是 一切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好 回頭過來提醒諸位 我們讀了大波動經 我們所有用功修行 都是跟你的 這些十二路十八戒 跟你日常生活相關係的 你負責結照 所以你讀了到現在 你看大波動經裡面 從來沒有佛陀沒有根 學習大波動經的行者 要特別閉關三年 五年 十年 以後你大剝落才會成就 有沒有講過這一句話 都沒有 所以你們要不要真正的 做佛的弟子 如果要做佛的弟子 你就依教風行 如果你要做那些 外環衛有功法的人的弟子 那你就每天 修某某一個功法 修一輩子 那個功法把它修起來 但是那個功法不修 就會退轉 聽得懂嗎 有為的功法 有樂的功法 他不修一定退 你看我們說五種神通 那個他常常 復習練 如果你沒有常常復習練 你不練的話 他就退掉了 他就對了 他跟我們佛陣通不一樣的 佛陣通就是波羅波羅密度 的通達無礙 所以大家你們一定要改過來 多一點解察力 在你的日常生活所發生的現象 好 然後如果這些懂了以後 我們都 回讀的送都是相懂的 因為下面的 而彼舍生意去截觀他 看看你有沒有在這個當中 做到無所有 然後下面一行 或是善憲 我乃至見者無所有故 當之色戒 現在還要更一致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 用玉戒的心態 去訓練你的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現在呢 當有一天你提升到 有禪定的色戒 因為禪定的色戒 一樣有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聽得懂嗎 一樣有啊 當之色戒依無所有 色戒無所有故 當之西空依無所有 當之大聖依無所有 大聖依無所有 當之無量 依無所有 無量 無所有故 當之無數 依無所有 無數 無所有故 當之無邊 依無所有 無邊 無所有故 當之一切瓦 依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 大聖普倫隆獸 無量 無數 無邊 有情何以故 善憲 若我乃至見者 若色戒 你看到在色戒範圍的 虛空的程度 譬如說我用世俗的P 我們前面講的說 小學階段的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你要訓練無所有 現在進步到什麼 初中 國中 高中 一樣有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你也要訓練無所有 記住喔 都喔 好 好 呼吃善憲 若我乃至見者 無所有故 當之身相未觸法 借輾轉依無所有 身相未觸法 借無所有故當之 虛空依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 故當之 大聖依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 故當之 無量依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 故當之 無數依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 故當之 無邊依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 故當之 一切法依無所有 如此因緣故說 大聖普能容受 無量無數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憲 若我乃至見者 若身相未觸法借 若虛空若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邊 若一切法 如是一切 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故事善憲 我乃至見者 無所有故當之 若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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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無故當之 若空 若無所有 若無所有 若無故當之 大聖 若無所有 所以主要你就要看 我們在苑世界 包括下面的 若世界 這個 這個世界 我們世界都 我們 在名相來講 都是十八界的範圍 那你要在 苑世所認知的 框框裡面 你的 框框裡面的 言其法的運作 你有沒有 有所有 隨眼世界的範圍 然後下面是 生耳世界 鼻世界的範圍 都是 要這樣的來接官 好 當之 虛空一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 一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 無量 一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 故當之無數 一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 故當之無編 一無所有 無編 無編 無編無所有 故當之一切法 一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 大聖不能容受 無量無數無編 有情何以故善獻 若我乃自見則 若掩世界 從掩世界的範圍 然後 若悉空 若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編 若一切法 如是一切 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然後眼下面 鼻世界 舌世界 你都要去磨練 好 乎之善見 我乃自見則 無所有故 當之而彼舍生 亦世界 輾轉一無所有 而彼舍生 亦世界 無所有故當之 虛空一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故當之 大聖一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故當之 無量 無量 亦無所有 無量 無所有故當之 無數亦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故當之 無編 亦無所有 無編 無編 無所有故當之 一切法亦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 大聖不能濃獸無量 無數無編 有情 何以故善獻 若我乃自見則 若而彼舍生 異世界 從我 這個肉底開始 你碰到的眼世界 耳世界 鼻世界 異世界 請問你有沒有做到 無所有 不可得故 你看都要靠截察力 已經提醒諸位 這個不是公法 都靠截肢力 截照力 來看你自己 呼之善獻 我乃自見則 無所有故當之 遠處亦無所有 遠處無所有 故當之 虛空亦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 故當之 大聖亦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 故當之 無量亦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 故當之 無數亦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 故當之 無編亦無所有 無編無所有 故當之 一切法亦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 大聖不能濃獸 無量無數 無編有情 何以故善獻 若我乃自見則 若遠處 若虛空 若大聖 無量無數 若無編 若一切法 如是一切 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呼之善獻 我乃自見則 無所有故當之 而彼舍身 亦皆 輾轉亦無所有 從遠處開始 包括我們的六處 而彼舍身亦處 就是眼睛手看的那個色整 我們當下的感覺 遠處 耳朵聽聲音 當下的那個耳根的感覺 是這耳處 的感覺 然後當之 此虛空 亦無所有 虛空 無所有 故當之大聖 亦無所有 大聖 無所有 故當之無量 亦無所有 無量 無所有 故當之無編 亦無所有 無所有 無編 亦無所有 無編 無所有 故當之一切法 亦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 大聖不能濃獸 無量 無數 無編 有情 何以故善獻 若我乃自見則 若而彼舍身亦處 若虛空 若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編 若一切法 如是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或是善獻 我乃自見則 無所有 故當之遠處 唯遠所生之獸 亦無所有 遠處 唯遠所生之獸 亦無所有 當之虛空 亦無所有 我們所講的遠處 唯遠所生之獸 就是 你看我 我用世間的一個例子來說 你看我現在眼睛看裡面 我的眼球是 往前面看 可是你要知道 我們這個眼睛 雖然往前面看 可是在我們 嫩眼睛來講的話 我們的眼角還可以看左右 二邊 所以我們把眼睛叫做八百公德 一個地方就是一個公德的 所以說眼睛它不能看後面 但是我們從眼睛看色整的 從外在這個 左右二邊的這個眼角 其實你還可以看到很多的境界 只是那個境界比較模糊 聽得到我們沒有辦法說 轉角看得更清楚 但是你若有若無 所以從眼睛所感觸的 這個面對空間的 這個三個方位的當中 我們都可以叫做唯眼所生出售 這都是一種解釋 那有一種解釋 就是我眼睛看色整以後 然後我的內在產生 不斷的去記憶那個影像的境界 這個解釋也可以叫做眼處唯眼所生出售 因為你產生苦壽熱壽 聽得懂這一次嗎 所以包括下面的以後的 耳處唯眼所生諸售也一樣 因為你看耳處 當我在坐車的時候 我會聽到什麼 主音可能是那個地鐵那個聲音比較吵 可是旁邊的那個旅客他們在講話 我多多少少 雖然也一樣有聽到這個主音的 這個車的聲音 因為他聲音比較大 可是旁邊他們在聊天 我一樣若有若無去碰到他們的聲音 進來我的耳朵裡面 這個就是耳處唯眼所生諸售 因為你有一個眼 聽得懂 但是這個眼你看你要專注哪一個 那個專注的那個點 一百分其他的那個聲音 就不叫一百分 就叫做可能才 你耳聲唯眼所生諸售只是聽十分二十分 但是因為你的記憶力不在那個諸 注意力不在那個地方 所以那個就不是聽一百分的 那個音聲在你的那個記訟裡面 所以這個是我們辟這個 而比舍身意這些的 為言所生諸售的那種辟的解釋 辟的解釋 好 所以而比舍身意處無所有故 當之虛空意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意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故 當之無量 亦無所有 無所有故 當之無數 亦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故 當之無邊亦無所有 無邊所有故 當之一切法亦無所有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邊亦無一切法 然後呢 如是 一切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注意力記住 大佛陸軍讀了那麼多 其實只要你其中一個法門 過了其他都過了 你不是 因為你只要五印的無所有 你做到以後 其實他都會牽涉到 因為你的肉體包五印便宜接觸 十二六十八階便宜接觸 所以假如我們牽涉到 你前面的五印的色印 無所有處 這些你都做到 其實都會影響你所有的肉體 跟色法有關係的 你就做到了 你不必說 唉唷 這個大佛陸軍講 這個五印開始截觀 哇每一條都要截觀好累喔 其實他們都是有共通 只是說為什麼要吸收 因為 講一個祕密 是因為你們最難能可貴 最難能可貴在哪裡 現在還發現不到 自己在六根或者五印 十二六十八階 哪一個執著比較嚴重 你還發現不到 所以你現在發現 五印來講 十二路來講 哪一個你的執著比較嚴重 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截查你剝落 所以我們反乎都是 反正通通都直走 我們就這樣回答 所以我們不能像佛陀這樣的細分別 看到你自己是哪一個地方比較 會只有你的那個內心的反射作用 比較強烈 所以我們在讀大佛陀經的 你要了解佛陀 他在 對所有的根基眾生的 他的優劣點的那個習氣 他來教育 你未必 有時候你未必在眼處會直走 耳處會直走 可是你會在異處直走 但是異處直走 就會影響到前面的五個處 會不會影響 會 你要懂都會影響 所以我們讀大佛陀經的行者的人 一定要有耐心 復制善現 我乃至見責無所有故 當之而彼舍身義處 為原所生之受輾轉 亦無所有 而彼舍身義處 為原所生之受 無所有故 當之虛空亦無所有 虛空亦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亦無所有 大聖亦無所有故 當之無量亦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故 當之無數亦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故 當之無邊亦無所有 無編無所有故 當之一切法 亦無所有 由此因緬故 大聖亦能 容受無量無數 無編有情何以故 三線 若我乃至見責 若而彼舍身義處 我原所生諸受 若虛空 若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編 若一切法 如是一切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復制善現 我乃至見責 無所有故 當之 你看喔 現在 用我乃至見責 來遇到六波羅蜜多 你會不會有所有 會啊 你看你還有沒有 有所有的執著存在 我乃至見責 無所有故 當之不思波羅蜜多 亦無所有 不思波羅蜜多 無所有故 當之虛空亦無所有 虛空亦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亦無所有 大聖亦無所有故 當之無量亦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故 當之無數亦無所有 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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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之一切法 亦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 大聖本能 濃縮無量無數 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現 若我乃至見責 若布施波羅蜜多 若虛空 若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邊 若一切法如是 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好 我們在六度 布施過關了 下面 我們還要看淨戒 你有沒有做到 淨戒 所以 呼之善現 我乃至見責 無所有故 當之淨戒 安忍盡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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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波羅 這個是陰炎相 那你在這個六度不同的陰炎相 你可不可以安住在無所有 如果有所有起來 我們一定會慢心 所以我們說 反觀我們在用功修行 你很容易三起三度五蓋的那種習氣 你都是墮入有所有 所以你今天才會很容易 貪益盡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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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 盡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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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沒有練得太快 因為那時候我們會練 聽不清楚 那才是最快的人 可是你練我們還聽得清楚 還不是最快的人 還是慢 所以所以我們修行 我們有一個優點長處 我們在身口一塞 很容易顯出那個慢的習氣出來 所以這個要小心 還有一種最嚴重的 疏離就疏離 沒什麼事情 我們最嚴重是疏離慢 聽得懂 疏離慢 這個只要你注意 你會緊就會 不會有什麼關係 講這一句話就疏離慢 聽得懂 所以我們在這個七種慢裡面的慢心 都只是慢心的範圍 七種慢 我們在無形中的那個習氣 眼根所對的射疹的境界的習氣 耳朵所對的那個深層那個習氣 你這個慢的習氣會被挖出來 可是你要靠你結照 結之 你才有辦法改善 所以才說 護次善限 因為前面已經講布施 現在你境界也要考核 考核你有沒有 有所有 當之境界安冷靜靜靜立 菠蘿菠蘿密都輾轉 一無所有 境界安冷靜靜靜立 菠蘿菠蘿密都無所有故 當之西空一無所有 西空無所有故 當之啊 大聖一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故 當之無量一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故 當之無數一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故 當之無邊一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故 當之一切法一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 大聖普能隆受 無量無數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限 若我乃之見者 若境界安冷靜靜靜靜立 菠蘿菠蘿密 若若虛空 若大聖若無量 若無數若無邊 若一切法如是 一切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或之善限 我乃之見者 無所有故 當之內空 你看我們修到這個十八空二十空 境界都很高 可是你修到這麼十八空成就的人 你都還要無所有 當之內空無所有 內空無所有故 當之虛空一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一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故 當之無量一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故 當之無數一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故 當之無邊一無所有 這個我們後面都會練這個無量無數 就是以這個內空為主角 那這個內空為主角 我們遇到的時間空間的 我們遇到的時間空間的 向無數若無邊 若一切法如是一切 無所有不可得故 好 下面講其他的空了 無此善現 我乃之見者無所有故 當之我們的因緣 已經遇到了所謂外空的延起 內外空的延起 或者空空的延起 所以要記住這樣的解讀 大空聖一空 有為空 無為空必盡空 無際空 善無善空 本性空 自共相空 一切法空 不可得空 無性空自性空 無性自性空 輾轉一無所有 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 無所有故 當之虛空一無所有虛空 無所有故 故當之大聖一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故當之無量 一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故當之無數 一無所有無數無所有故當之無邊 一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故當之 一切法一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 大聖不能容受 無量無邊有情 所以你把前面的這個二十空 都能夠做到 不管無量無數無邊都無所有 然後你就可以容受 普能容受 所以為什麼當你達到菠蘿菠蘿的 很多眾生對你禮貌不禮貌 你都 你的臉都一樣 還是淡淡如魯的面對 不會有什麼驚訝或者如何都不會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無所有 聽得懂嗎 如果你是有所有 那你可能就 哇 緊張了 就會開始去防護你 有防護緊張 那就是由我見執著 所以當之一切法一無所有 有此因緣故說 大聖不能容受 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何以故 故三線 若我乃之見者 若外空乃之無性之性空 若虛空若大聖 若無量若無數若無邊 若一切法如是一切 若無所有不可得故 故之善見 我乃之見者 無所有故 當之失念著 亦無所有 失念著 無所有故 當之虛空亦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亦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故 當之無量亦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故 當之無數亦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故 當之無邊亦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故 當之一切法亦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 大聖不能容受 若無量無數 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見 若我乃之見者 若失念著 若虛空若大聖 若無量若無數若無邊 若一切法如是一切 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無之善見 我乃之見者 無所有故 當之失念著 亦無所有故 當之失念著 亦無所有故 當之失念著 亦無所有故 當之虛空亦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亦無所有 大聖亦無所有故 當之無量亦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故 當之無數亦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故 當之無邊亦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故 當之一切法亦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 大聖不能容受 無量無數 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見 若我乃之見者 若失正斷 乃之八聖道之 若虛空 若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邊 若一切法如是 一切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好 我們來看 大菠蘿菠蘿蜜經 見第419 第二分無所有品 第21之二 乎之善見 我乃之見者 無所有故 當之 乃之佛實力亦無所有 佛實力無所有故 當之虛空亦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亦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 當之無量亦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 當之無數亦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故 當之無邊亦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 當之一切法亦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 大聖不能容受 無量無數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見 若我乃之見者 若佛實力 若虛空 若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邊 若一切法如是 皆雅無所有 不可得故 我們所說的實力 歐羅漢有五力 那佛有實力 那其他的佛 為什麼比歐羅漢還多五力呢 因為多五力都是屬於弘法的能力 可是字節的五力 佛頭跟這個大歐羅漢都一樣 所以我們講五力 就是前面所講的 三十四道本的五根五力 就是 五力就是性淨戀定慧 五根五力 那力就是說 在你的身上看到你對於 性淨戀定慧的那種功能的能耐 所以叫做力 聽得懂嗎 然後你可以幫助你自己 可是另外的五力就是佛 有另外五力 所以加起來就實力 後面的五力都是屬於利他 所以你們查佛寫指點實力的名項 後面的這個五力 如果要幫助一切眾生 這個大歐羅漢比較沒有那種能力 可是字節的五力 大家都一樣 所以我們另外的五力 都是屬於利他的範圍 那佛比較有這樣的散角方便 聽得懂嗎 也就是說佛在引導眾生 他的包容性比較大 你看我們常常說 佛陀都可以主動去找這個 殺人家師一百個人的子頭 那個叫什麼 亞摩羅傑 你看亞摩羅傑如果以我們現在 譬如說以我來講當法師來講 我的能耐可能沒有辦法像佛一樣 去主動去找那個殺人的人 因為我怕被殺 為什麼我怕被殺 因為我有我質 聽得懂嗎 可是佛陀去主動找他 你看你今天 如果沒有打到佛陀的國位 你不敢主動去找那個 因為你看 當一個殺人很嚴重 你看一個槍子要換 你要去渡他 你可能看到他的眼神 你就已經腿已經軟了 我已經聽過了 我們早期的陳靜新 你看喔 被抓住以後 都有請宗教界去感化他 有人告訴我 這個我也是聽人家告訴我說 有一個宗教師 我們 不早是比丘的比丘年氣 然後往去見陳靜新 一看到他眼神 他已經就軟趴趴的 不知道要跟他怎麼講話 後來我們都報紙燈 陳靜新被基督教感化 天主教感化 被感化 然後我們出這樣以宗教師 那個法務部也請宗教師去幫忙 去感化他 你看 感化陳靜新 但是我聽說 這是人家告訴我 那個比丘一見陳靜新的眼神 他已經就被 那個兇神二煞就已經震了 你看那個威神之力多大 那個震懾的威神之力 所以那個比丘就退下來 都不敢 連跟他講話也不敢 一看到就 然後後來就是被 某一位神父給感化 你看喔 所以你要做到那個無所謂 這個佛的另外後面的實力 你沒有這種能耐引導眾生 所謂眾生的因緣 因以合身得度 你根本做不下去 聽得懂做不下去的 做不下去的 所以我們講佛實力就是 前面的信經念定會 這個歐羅漢跟佛陀的能耐都一樣 這屬於智力的 後面的無力就是利他 利他的那個技巧 阿佛具足 呼之善見 我乃至見者無所有故 當之事無所謂 事無愛之 愛之大慈大悲大喜大慈 十八佛不共法 轉轉依無所有 是無所謂乃至 十八佛不共法 無所有故 當之虛空依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依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故 當之無量依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故 當之無數依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故 當之無邊依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故 當之一切法依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 大聖仆能容受 無量無數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一憲 若我乃至見者 若事無所謂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若虛空 若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邊 若一切法如是一切 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呼之善見 若呼之善見 我乃至見者 無所有故 當之總姓法起無所有 總姓法無所有 總這些法無所有 故當之 虛空於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 故當之大聖 已經無所有 當之無量依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 故當之無數依無所有 無數 無所有 無所有 故當之無邊依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 故當之一切法 已經無所有 由此因緣故說 大聖仆能容受無量無數 如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見 若我乃至見者 若種信法 若虛空 若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邊 若一切法 如是 一切皆無所有 不可得顧 所以我們都建議說 我們作為一個修行人 我們讀了大波若驚以後 處處的因緣都要幫助你成就 那看你這個修行者會不會把握 把握在哪裡 焉而彼舍生意 把握在哪裡 五印 把握在哪裡 十八戒 這些延期法你來靠節觀來助你 有沒有達到菠蘿菠蘿蜜多 或是善憲 我乃至見者 無所有故 當之第八法 亦流法 亦來法 不反法 那就表示說在印度他們在包若法會裡面 他們有一個名像第八法 我們上一次解釋 這個是一個因 叫第八法 並不是有一個第八的次第的法 他的翻譯就是這樣子 這第八法 那你經過的前面叫總性法 總性法的培養 你跑入第二個階級叫第八法 第三個階級就是逸流法 然後逸流就是我們比較容易懂 就是出國的階段 你的出國斷三節你要怎麼切入 所以我們可以講說總性法 就是說剛出發心的人 什麼叫出發心 我要了解聖聲波羅波羅蜜多 幫助我成就到月剛出發心的階段 我們把他的名像叫做總性法 聽得懂 然後我進入第一個階段 我可能就把他叫做第八法 因為他是翻譯的關係 像說第八 不是裡面要學另外有八法 不是指這個 這是因為他因的關係 也就是說在你出國之前 你一定要從總性法培養開始 然後再來第八法 第二個階段第八法 然後慢慢這個四相四果 歐羅漢法 獨解法 菩薩法 如來法 輾轉無所有 第八法乃至如來法 無所有故 當之虛空亦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亦無所有 大聖亦無所有故 當之無量亦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故 當之無數亦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故 當之無邊亦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故 當之一切法亦無所有 由此因臉故說大聖婆能 無量無數無邊有情 何以故善現 若我乃至見者 若第八法乃至如來法 若虛空 若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邊 若一切法 如是一切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互至善現 我乃至見者 無所有故 當之一流亦無所有 一流無所有 當之虛空亦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亦無所有 大聖亦無所有故 當之無量亦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故 當之無數亦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故 當之無邊亦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故 當之一切法亦無所有 由此因臉故說大聖婆能 容受無量無數 無邊有情何以故善現 若我乃至見者 若一流 若虛空 若大聖 若無量 若無數 若無邊 若一切法 如是一切皆無所有 有不可得故 好 乎至善現 我乃至見者 無所有故 當之一來 現在講我們的一來 就是出國不凡 這二國 三國 一來不凡 歐羅漢獨且菩薩 如來無所有 依無所有 一來乃至 如來無所有故 當之虛空 依無所有 虛空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亦無所有 大聖無所有故 當之無量 依無所有 無量無所有故 當之無數 依無所有 無數無所有故 當之無邊 依無所有 無邊無所有故 當之一切法 依無所有 由此因緣 故說 大聖不能隆受 無量無數 無邊 有盡何以故善現 若我乃至見者 若一來 乃至如來 若虛空 若大聖 若無量無數 若無邊 一切法 如是 一切 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 故 互至善現 我乃至見者 無所有故 當之身文 亦無所有 身文無所有故 當之獨解 亦無所有 現在講 身文跟獨解 獨解 獨解無所有故 當之 整頓解 亦無所有 我們曾等正解的話 也是無所有 等正解無所有故 當之大聖亦無所有 大聖 無所有 當之獨解聖亦無所有 當之身文聖亦無所有 身文聖亦無所有 當之如何來亦無所有 當之一切自 一切自 一切像 一切当之一切相之无所有 一切相之无所有故 当之虚空亦无所有 虚空无所有故 当之大圣亦无所有 大圣无所有故 当之无量亦无所有 无量无所有故 当之无数亦无所有 无数无所有故 当之无边亦无所有 无边亦无所有 当之一切法亦无所有 由此因言故说 大圣不能容受无量无数 无边有情 何以故善谢 若我乃是见者 若生文若独解若正等解若大圣 若独解圣若生文圣若如来 若一切相之若虚空若大圣 若无量若无数若无边亦 若一切法如是 一切皆无所有 不可得故 护之善现如内盘界 苦能容受 无量无数无边有情 大圣亦无能容受 无量无数无边有情 由此因言故作是说 如如虚空本能容受 无量无数无边有情 互赐善现如说 有如虚空无来无去 无助可见大圣一耳 这一段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讲 我们翻我们的版本 这个309页 我们下段 护之善现如说 忧如虚空无来无去 无助可见大圣一耳 无来无去无助可见 就是希空的本子啊 你要看到他的形象或者要住 或者要看到希空有来 或者去的话 那真的是了不可得 如是如是 如如所说 所以护善现 以一切法无来无去 护不住 因为一切法就包括我们已经读送过的五印法十二路十八戒 我们之所以会在五印法十二路十八戒 是因为我们凡夫啊 对这个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我们啊 以身俱来的惯性的执着的习气 去找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原来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我们其实不需要去找他 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受到这样 菠萝菠萝多的教育 我们从出生以来 我们就很惯性的那个习气 因为人道来投身 你就是人道投身的习气 除了你是因为天经文法以后才慢慢改善 我们在人道时期的那种 有所住有所得 慢慢把它减轻 那我们在没有学佛法之前 不可能啊 所有众生啊 对这个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不会执着 一定会执着的 因为你在从出生到现在 你一定会啊 会遇到高兴不高兴 生气不生气的 凡有高兴不高兴 生气不生气 那你一定对五印有着 对十二路十八戒有着 对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一定有来有去 有依有益的执着 你今天才会有 那个情绪作用的发生 所以凡有情绪的作用的发生 很简单 一定都跟啊 我们这个菠萝菠萝密多 是渐渐远离了 所以诸位你要记住说 我们如果去见见截观 尊重来去的因言 不在来去的因言里面 有所住 因为有所住就有来有去 所以我们要做到 无来无去无助 可见 可见就是没有主观的概念 这个见不是眼睛的 看东西的见 是你有没有主观的 那个生见很严重 很严重 如是如是如如所说 所以则和善献 以一切法无来无去 于覆不住 本来以切法 你都要尊重 只为你看 你看我们从出生到现在 你的眼睛来说的话 眼睛就是你的一切法 那你看 这个眼睛我们从出生到 我们现在五六十岁的 眼睛的变异 你要尊重它 你不要对眼睛的变异里面 起三毒五盖的心理现象的 那个作用出来 因为你要尊重它的变异 你到了它的年龄 到了眼睛本来就是会 那个变异 所以你会脑花眼 会青光眼 会白内障的延期会出现 乃至于你可能不会出现 你不会变异到 我们刚才所让的那些互作用的毛病出现 但是这个也都是因缘法 都是因缘法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的 有来有去的延期法在你的面前发生 我们都要把它安住在不住 都要不住 好 何以故善限 以一切法若动若住不可得故 因为你看一切法里面的动或者住 你也不可能有办法抓住它 所以你看我们时间的运动 你要抓住我们说3点35分 你用手把它抓住吗 它会因为你抓住以后 它就被你抓住而不动吗 它因为你抓住了 那个所谓35分钟的时间 可是等一下 当你在抓的当中 已经不是抓到35分 你已经是35点多少的 因为你要手还有动作 这个秒你要算进去 还有10分之1秒 100分之1秒 1000分之1秒 已经不是你刚才说要抓住 35分的那个时间了 已经没有了 因为它已经有来有去的 所以因为这些都是有来有去 我们不要去执举它 所以对于一切法 我们就安住尊重来去的因缘 所以我们就做到无来无去 然后依附不住 对于无来无去 我也不再重新住它 安住它 所以故善限 因为我们已经了解 以一切法若动若住不可得故 因为不管动跟住 一个动态一个静态 它都是了不可得 所以不可得故 如此因缘大圣 依五来处 去处住处可得 所以我们作为大圣的行者 在所谓有延期法的来 去或者住 这个当中你不要有所住 你看我们有时候有所住 我们常常在对话 反复的当中 还会记早这个时间的固定的 你那一天在哪一个地方 跟我讲那一句话 你看这个是有所住 你那一天是不是住时间 在哪一个地方 你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就空间了 你跟我讲的一个美丽的话 或者不美丽的话 你看我都给你记住 你看我们房屋就是停在有所住 所以之外你们在这个延期的变化 不管逆境顺境 它一定会有来处去处住处 但是我们都要做到不可得 你要多到不可得 你不要再记忆 反你一点点的记忆起来 你都叫有所住 所以则何善限 为什么要教育我们 所谓前面的无来处去处 处处可住呢 因为色受想行事的色 他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 所以你看我们从小孩子 一岁的落底的变异 请问你我们到现在找到答案吗 不知道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60岁70岁的色印了 色印的变异你看得到吗 看不到 听得看不到 所以色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 就是连释迦牟尼佛公屋高的人 他也没有办法去控制延期 驾驭延期让他不动 他也要尊重延期 尊重什么 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 听得懂 不管时间跟空间 所以你在讲话常常 你那一天跟我讲什么话 请问我们讲这句话有没有住 有 所以你要记住训练你无所住 不要把那一句话里面 因为每一句话里面 我们都含时间的语句跟空间的语句 有没有 你那一天 你看你那一天 那就是空间 一天时间 你看我们都含时间空间的语句存在 那你如果为了他而高兴生气 我们都叫做有所住 所以你要训练到 无所从来依无所去 包括时间空间 好 摄印做好了下面的心理作用的 受想形式 无所从来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 然后散现 从摄本性 然后我们从原来的摄的本性来看的话 他也是因缘和合 你看我们肉体的是不是叫摄印 那我们现在西医已经发达了 我们的从头到脚的细胞有60兆细胞 请问60兆细胞哪一个是你的身体 每一个都是 如果你切他一种都不行 但是你每天都有20万细胞一直在新陈代谢 你要懂 你每天都有20万 所以你们要把你们的代谢慢一点 好好修界定位 如果老得太快就表示 就是细胞给他再生 新陈代谢太快了 那就表示你身体上膜又不会受伤以后 你的新陈代谢会一直走下坡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被 被世间人因为他不懂的这个不会 他会说 哎哟 你怎么那么老 你今年几岁 35岁 怎么这么老 那存五十岁 六十岁 怎么五十岁 六十岁 因为他过度的操劳 把这个肉底的新陈代谢一直往前冲 往前冲 所以这位你一定要记住 色本性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 所以我们尽量在无印的延起当中 希望不要自己反射回来 很容易高兴 很容易生气 因为很容易高兴 很容易生气 你就是有所住 你一定有所住的 色受想行是本性无所从 也就是说本性就是他的本质 因为本质是变异的 延起的变异 所以当然就是无所住 所以记住这个本性 并不是有一个境界在那边用功 你修一个那个本性的亲近 如果你这样解释就是 应孙老法师所讲 珍藏维心系的教育方法 我们波罗波罗密多教育 都是延起法的教育 听得懂 我们波罗波罗密多教育 都是圣经延起法的教育 没有所说的如来葬 或者虚妄为世序的教育 也没有所谓中观的教育 听得懂 你要记住 我们的波罗波罗密多 都是圣经延起法的教育 那他才有办法真实意的解脱 因为我们佛法传道部派以后 很多的论师都一直出来 论师讲话要参考一下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论 论不代表佛收 要记住这一句话 你不要被某一个论师影响 听得懂 因为所有论师都是学术 论文字厉害而已 可是订根会是 可能是零分 听得懂 因为他们很容易发脾气 很容易有五概 很容易有五概 那释迦牟尼佛遇到任何境界 这个三毒五概都是转化 你在大众里面侮辱他 你要跟我怀孕 活头跟大欧罗犯都坐在那边怒禪定 他互动于衷 也不会像我们美士徒弟还要请 请这个护法者或者保镖把他赶走 他都不用赶 他都让他表演 表演到会延起延昧 总是会结束 就是坐在那边 你看这个就是沙漠地 我们今天了解波动波一定要有定位等式 我们不能再停留当一个文字的学者 因为文字学者不是错误 但是我们需要他 但是他没有办法帮你拿到究竟意 因为你最多还是一个文字的教授的学者而已 我们今天修学佛法其实不否定这是文字的学者 但是必须要一直层层增上才对 因为我们要做到五印十二路十八界界空 情境平等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善献设本性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亦无所住 受想行事本性 就是本性就指他的本质的延起 听得懂吗 不是我们刚才说另外有一个用功的 修到一个有所有的本性的境界 不是指这个 是指设原来的本质 受想行事原来的本质 好 诸位你们可以内观你的响应跟行音 好了 你内观 你打坐内观看看 你的响应跟行音的本质是什么 都一直在变异 都一直在生出异昧 所以才说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因为你找不到他的来跟他的去处 或者他所安住的地方 因为他岔楼生命你怎么有办法 看到那个有所住 当然是无所住 散谢 设真鲁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所谓设真鲁就是设的本质的本来面目叫真鲁 听得懂吗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蒋桌 蒋桌的真鲁是什么 他的蒋桌的真鲁就是 因缘合合给他组合的叫做蒋桌 本来没有因缘合合怎么会有蒋桌 没有啊 可是蒋桌的真鲁的材料看似什么 看似你是铁的木的 现在我们是木的材料的缘起给他组合叫做蒋桌 所以这个蒋的蒋桌这两个字 他的里面就是因缘合合 才有所谓蒋桌的名相出来 才有蒋桌的形象出来 如果这个木头不合合为蒋桌的形象 那我们不可能把它叫做蒋桌 我们永远把它当作一个木块 木头长条形的或者一个木板 只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善线这个都叫设真鲁 善线设真鲁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依无所住 受想形式真鲁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依无所住 善线设自信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依无所住 因为它会变异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剥落法会 我们刚才有跟朱瑞讲 他都站在生命的延期法 来跟我们解释这个经意的 所以才会叫做 无所从来依无所去依无所住 因为都会变异 变异 受想形式自信无所从来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善线设自信无所从来依无所住 受想形式自信 前面讲自信现在讲自信 因为信是本质 像是外表的形象 受想形式自信无所从来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何以故善线设乃自信 本性真如自信自向若动若住不可得故 所以你要找这个五印里面的 里面的本性或者真如自信自向若动若住 都不可得 为什么 因为它延期在变异 所以在跟朱瑞从物讲 了解甚至波罗波罗密度 你一定要从延期瓦去了解 因为波罗波罗密度它不是公法 它不是公法 也不需要叫你去闭关 都不需要的 它叫你截知截照去理解这个法的 为什么叫做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 因为会变异的关系 好 那我们从五印里面去截知 下面我们从六处去截知 六处去截知 复制善限 眼处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 眼处讲完了我们从耳处鼻处 而鼻舍身欲处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善限 眼处本性无所从来 所以你去看眼处 眼睛的功能作用 它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 包括而鼻舍身欲处本性 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善限 眼处真如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 而鼻舍身欲处真如 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善限 眼处自信 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 而鼻舍身欲处自信 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善限 眼处自向 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善限 眼处自向 无所从来 依无所去 依无所住善限 何以固內善限 遠處乃至益處本性 真如自信 自相若動若住不可得固 不可得固 不可得固三個字都是在破我們的 我法二子的教義的觀念 所以叫你不要 因為有可得我們三毒五概會產生 如果你不可得你不會有三毒五概 你也不會去記著 別人跟你相處的人事地獄所發生的現象 然後對他的那個生象裡面 生苟一三葉裡面產生五概 如果你產生五概 我們都叫做有可得有守住 有守住 忽自善限 射處無所從來 依無所住 生相若觸法處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限射處本性 無所從來 因為從本的 因為前面會跟你講他的結果 結果是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那為什麼會講無所從來 乃至無所住呢 因為他的色處本性 所以你觀察你的眼睛的本性 你從一歲關眼睛 二歲關眼睛 乃至現在60歲關你的眼睛 請問你你眼睛的功能作用 沒有天天在變異嗎 有啊 所以因為天天在變異 所以我無所住啊 活頭會跟你講這個啊 因為你都活在變異的當中 只不過你的常見 有見的思想觀念太重了 所以不願意承擔 不願意承認 說你的眼睛會退化 你的耳根會退化 你的鼻根會退化 你不願意承認 所以我們都墮入那個常見了 所以我們外環圍的人都還要求 馬祖關心不詐 讓我保佑 我的眼睛不要白內障 不要青光眼 這個就叫做有所住的思想 聽得懂嗎 如果你無所住 你怎麼會在意呢 你的眼睛本來到七八十歲會退化 那是無所住的關係啊 所以因為你無所住 所以你不會再哀聲嘆氣 然後找友見 我是不是用什麼讓我恢復 那個20歲的視力2.0 這個就是有所住 可是眼科醫生說不反彎啦 你放棄吧 聽得懂嗎 因為你是八十歲了 七十歲了 哪有辦法再跟你恢復2.0 這時候就有所住 如果我們反彎就很生氣 你不是真正的老眼科醫生 你根本都是混飯吃的眼科醫生 還跟人家吵架罵人家 都不願意接受自己的眼睛一定會變異 耳朵會變異 鼻子會變異 這很正常啊 所以諸位我們寫佛的人 對不可以還有那個消極的觀念 我嚇我嚇這麼久 怎麼這麼衰眼睛會退化 耳朵會龍 這個就是有所得 有所住 這個就不叫菠蘿菠蘿蜜蜜 聽得懂嗎 所以諸位你要提出了解菠蘿菠蘿蜜蜜蜜 所以佛陀到了75歲以後到80歲 他的身體越來越弱化 越來越退化 佛陀也沒有生氣 我是成佛 我32像80歲後是遭到 怎麼跟我以前那個不一樣 如果這個叫佛陀嗎 這個時候如果是這樣不能叫佛陀 佛陀是至結者 結他的人 結醒圓蜜的人 就已經知道這個本來就正常的 所以諸位你們以後再寫佛的時候 在你的肉體裡面所發生的 言而彼舌生育 五應十二六十八戒的那個變異 拜託諸位 了解菠蘿菠蘿蜜蜜 以後你都要接受 你如果不接受 你就倒入你的常見有見 常見有見 那一定 所以很多人說 為什麼修行修那麼久 應該不會生病 那錯了 照樣生病 佛陀一樣身體中毒 唇頭帶子供養他一樣 他肉體一樣中毒 聽得懂 那時候如果遇到了裡面 把他救回來 那就不會了 就現在還在吧 有可能嗎 那不可能 聽得懂 就是你把他救回來 他還是會變異 聽得懂 所以諸位你要記住 我們只是 了解這個因緣法 因緣七法 那我們在這個變異的當中 一定要接納 如果你在這一身寫佛 都不寫菠蘿菠蘿蜜蜜蜜 都還倒入常見有見 然後我們要用很多的技巧方法 讓你的這個有見常見的病會好 哪有可能 那你一定都是心外求法 你都不懂聖聲菠蘿菠蘿蜜蜜蜜蜜蜜 聽得懂 所以菠蘿菠蘿蜜蜜蜜一定要接受 因為會變異 所以我會接受 然而彼舌身異 他的真乳 真乳就是他的實相 就是這樣子會變異 所以菠蘿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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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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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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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所從乃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 遠處自相 無所從乃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而彼舍身異處自相 無所從乃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可以顧善現 遠處乃至異處本性 你看喔 講遠處乃至異處的本性 前面就講無印的本性 本性真如自信自相 若動若住 不可得顧 你看都後面跟你講四個字 不可得顧 所以你不要再用所謂固定的那個佛法 來看佛法 佛法都教化你 或延起變異的角度 來碰你的我見身見 所以你不要問人家說 某某人你修了那麼久 你現在怎麼樣 我告訴你 正念正知的佛法的回答 你知道我現在變得怎麼樣 我現在變得那個 肚子不吃東西會餓 走路走太久會累 然後坐久了臀部會受傷 我現在看到的是這個 所以說你們有沒有看到草仲宗 我們的日本的道元禪師 在宋草那個年代來我們中國殘學 回去以後 那個日本人都要問通道元禪師 你從中國回來你殘學什麼 他說我學的是什麼 眼睛狠的 鼻子直的 嘴巴狠的 耳朵素的 我學的是這個回來的 你看 這個就是延祈法 聽得懂 所以以前我們在萬訪會 包括以前師父 鋼 諸子 都不懂 以後要去跟人家求那個秘密公法 聽得懂 秘密公法 以前都不了解波羅波羅那麼多 了解波羅以後才知道 原來佛陀教育 所有的教育都不離開這個肉體 肉體才是圓滿的教育 我們還一直心外求法 求公法 聽得懂 求那個外公的公法的那個能力 然後他不知道我們公法讓你求 他還是你不修都會退轉 聽得懂 所以主委 你們在學波羅波密多 一定要把這個波羅波密多教育 灌輸在你的身口一三夜 文師修三會來培養你 不要再去有所得說 學佛以後到底是寫什麼習起的公法 習起的密法沒有這回 那個都是心外求法的法 如果六祖到了 六祖在世的話 都會被六祖打屁股 罵死了 聽得懂 你們都不知道 應無所住而升級新的道理嗎 米丁堂還在有所住有所住 那我們在外環衛有所住 那只是一個過程 聽得懂 以前還不了解 所以你會有一段的過程 無可或非 但是你要漸漸成長 從外環衛的有所住慢慢成長 人家不然人家以後問你一句話 某某某大德基士聽說你寫我已經40年了 那你的心得報告是什麼 哇糟糕 如果人家對你有恭敬你就高興 對你不恭敬你就生氣 哇糟糕 你寫了40年是這樣子 以後所有的參選都會遠離你而去 聽得懂 因為你不要講你幾年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看 那個陳基士 楊基士問我 法師你寫幾年了 我說寫三年而已 所以我現在有所住 有煩惱很正常 你們就不會罵我 因為那才三年而已 是不是 才三年而已 可是你後面加個零 人家就跟你打分數了 三十年這樣子 怎麼三十年跟你共住在一起 那個三獨五蓋的習氣怎麼砰的那麼厲害 這三十年叫做修行人 哇糟糕 所以我常常跟那個漢章講 我們都跟人家 我們才寫火三天 三天有點太誇張了 三年講三年 三年人家說你外玩味三年 大家還可以接受 原諒你 因為你還有發脾氣 還有貪一蓋 五蓋 大家還會跟你 包容你 因為你才寫火三年而已 如果後面加個零 你就小心了 人家就會看你有沒有達到 色處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的本領 因為你講三十年 所以復赤三線 色處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深香味促法處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三線色處本性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深香味促法處 本性 依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色處真如 依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深香味促法處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色處自信 色處自信 依無所自信 依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深香味促法處自信 依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色處自信 色處自信 依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深香味促法處自信 依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何以固善現 色處乃至法處本性 我們看到色處的本性 都是因緣法 變異法 時間空間都會變異 我接受變異的話 我就叫無量光無量壽 在這個時間的變異 我沒有三讀五概 我們叫做無量光無量壽 所以乃至法處本性 依無自信 志向若動若住 不可得顧 因為我們在這 延期法的裡面 要找一個固定的洞 固定的柱 根本看不到 聽得懂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若眼 假如有一天我們透過天經文法 我們接受以後 那告訴諸位 諸位你們就得到慧眼 像我們現在天經文法 就是在培養你慧眼 聽得懂嗎 那我用慧眼的天經文法的理解力 去看我的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乃至於我慧眼成就以後 那一切法 我的培養累積 我如果成就了 我就得到滑眼 聽得懂 慧眼 滑眼都不是神通力 都是用你的洞察力 理解力 節制力 去看這些的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的一切法 它都是生命性 病疫性 無助性 聽得懂 如果你可以接受 一切法都是無助性 而在這個延起的無助的變異的法裡面 你不再有三度五蓋起來的時候 那你就做到六組的水平了 什麼水平 而升其心 應無所住而升其心 應無所住這四個字 它所訓練的場合是在哪裡 時間跟空間的場合 它所訓練的就是你的肉體所遇到的 不管你的五印在時間遇到 在空間遇到 你都有五印十二路十八戒去磨練 然後磨練兩個字就是節照的意思 檢查的意思 檢查你這個某某修行人 你對於五印十二路十八戒的其中一個 你有沒有在有所得有所住 所以我們採收一直用菠蘿波密多法 去喚醒大家的檢查力 檢知力 聽得懂 每一個細節 沒有 所以我們讀菠蘿法會的人 其實你要知道佛陀所交代 是每一個細節 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這些你都要節職才對 隨著它受到延起言昧的變異的關係 所以它就叫做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這八個字教育你自己 這時候我們就在你的身上看不到 有要被恭敬不恭敬的執走 有要被讚嘆跟不讚嘆的執走 那諸位裡面就做到了 八轟吹不動了 力衰毀一乘其苦樂 而越過力衰毀一乘其苦樂 不是靠我們所做一般世間人的修養去壓壓他 你還有修養壓壓他 還有我見 還有身見 還有執著 聽得懂 我們要用波諾波諾蜜多 的理觀去解套他 因為他本來就是會變異的延起性 聽得懂 壞的因緣也是變異 好的因緣也是變異 人家讚嘆你也是變異 人家誹謗你也是變異 聽得懂 都一樣變異 那我們在讚嘆變異 發生在言而比舍身異六根 其中一根 我們都要解枝解躁 所以才說波諾法會跟你講那麼細 因為每一個人的延起所 發生的那種延起不同 不過我有時候是想一個細論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解枝力沒有那麼細 所以哪時候起分別心 從言而比舍身 哪一根粗 被激怒起來 有所得 有所住 我們不知道 這個是我們 幹嘛 最迷糊的地方 所以你看大波諾君 為什麼跟你講那麼細 就是你有沒有辦法發現 當你有所得 有所住 你有沒有發現 好 以五印來講 你是色受想情是哪一個印出發點 從六根 哪一根為出發點 讓你有所住 你看得出來嗎 OK 全部看不出來 為什麼 我們常常就是那個 就煩惱 煩惱 煩惱 再問一對就來 煩惱就煩惱 你還問從哪裡來 我如果我沒問戲 你的煩惱從言而比六根來 還是從那個所謂六層的色身香味出來來 還是從十八屆的言法界 乃至義法界而來 請問你看得到嗎 東東嘛 不知道 煩惱來就煩惱來管他的 這個就不是波羅波諾的行者 波羅波諾的行者 那個心有多細 聽得懂嗎 才知道說我今天找一個友 是在六根裡面 六層裡面 六世界裡面 哪時候被引起的 請問你看得到嗎 如果你截止得到 那你真的是太進步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看得到的當中 你聽經無法以後 慢慢理解 假如諸位聽經無法以後 我們任何一件事情 不要說一定要摔倒 要去實驗摔倒 我才要截止 我們看人家摔倒 就不要去冒險了 好不好 我們從五印十二六十八屆 都已經會起煩惱了 我們還要去冒險跟人家試一次 不然我也去試試看 看人家是這樣嗎 如果要試一下 可能就墮入三二道去了 不能試 不能試叫做什麼 不能再去執走有所得 所以佛陀會用這樣的剝落 去提醒你 假如我們一不小心 那個截止截察力一剝落 我們可能在 這個五印十二六十八屆 其中的一個 你就自己陷害你自己 墮落下去了 聽得 所以才說 你要截止 你本來的法義 因而彼此的生意 他的本質 他的眼界本性 並無所有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而彼此生意 戒的本性 聽得懂嗎 也是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三線 眼界真如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而彼此生意 戒真如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三線 眼界自信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而彼此生意 戒 自信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線 眼界自向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而彼此生意 戒 自向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何以故善線 眼界乃至意 戒本性 主要記住 本性 就是真如自信 自向 若動 若住 都不可得 你要找到一個 眼界乃至意界當中的本性 真如自信 自向 若動 若住 都了不可得 為什麼 因為都 我們都活在變異的當中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用肉眼 假如有一天你用天眼 那肉眼所看到的直走 你根本不會再去起心動念 因為你用天眼去看 那有一天你的公屋 用所謂慧眼 法眼去看 那 你的公屋比天眼的人更進步 天眼 更進步了 或是善線 社界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三相位處法界 依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善線 社界本性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善線 社界自信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善線 社界真如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善線 社界自信 無所從來 依無所住善線 社界自信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善線 身相畏促法界 志向無所從 乃欲無所住 無所去 欲無所住 何以顧善見 色界乃至法界 本性 真如自信 志向漏洞 志向漏洞漏住 不可得顧 不管你是欲界的成極 色界的成極 無色界的成極 他的言起相就是這樣子 故是善見 眼是借無所從 乃欲無所去 欲無所住 而彼舍生異界 無所從 乃欲無所去 欲無所住 善見 眼是借本性 無所從 乃欲無所去 欲無所住 而彼舍生異世界 本性 無所從 乃欲無所去 欲無所住 善見 眼是借真如無所從 乃欲無所去 欲無所住 而彼舍生異世界 真如無所從 乃欲無所去 欲無所住 善見 眼是借 志向無所從 乃欲無所去 欲無所住 而彼舍身異世界 自信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眼世界 自向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而彼舍身異世界 自向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何以故善現眼世界 乃至異世界 本性 真如自信 自向 若動若住 不可得故 互至善現眼處 無所從乃 從眼睛的那種四方的遠起裡面所感受到的 所以我們叫眼處 耳朵也一樣耳處 鼻處舌處都一樣 現在我們看眼處 眼處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而彼舍身異處 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眼處本性 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而彼舍身異處 本性 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眼處真如 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而彼舍身異處 真如 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眼處自信 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而彼舍身異處 自信 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眼處自向 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而彼舍生異觸 志向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何以故善現 眼處乃至異觸 本性真如自信 志向若動若住不可得故 善現 互至善現 眼處為眼所生諸壽 無所從來 從眼前面講 而彼舍生異觸 六觸 接觸的觸 現在有眼處的陰眼 為眼所生諸壽 所有的感受 因為諸壽就包括苦壽 樂壽 不苦不樂壽 你有沒有發現他從哪裡來 找不到從哪裡來 但是我們的習系的分配心 就翻出來了 這時候你要檢討 截觀 那就表示你是有守守 有守執著 所以為眼所生諸壽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而彼舍生異觸 為眼所生諸壽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善現 眼處為眼所生諸壽 本性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而彼舍生異觸 為眼所生諸壽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善現 眼處為眼所生諸壽 依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而彼舍生異觸 為眼所生諸壽 依無所從來 依無所住善現 眼處為眼所生諸壽 依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而彼舍生異觸 為眼所生諸壽 依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善現 眼處為眼所生諸壽 乃至異觸 為眼所生諸壽 本性 真如 自信 自相 若動若住 不可得故 乎至善現地界 現在講我們地水火轟 你看我們的地界如果肉體來講 地界就是我們的骨頭 請問你看我們嬰兒的骨頭到你現在五六十歲骨頭有沒有一直在變異 有 我們都在變異 所以你哪裡有辦法住 說我現在如果我們世間來都有守住 如果我回到那個年輕的那時候有多好 那時候我身體多健康 你看我們七八十歲還在幻想 這個叫有守住 不應於接受你現在已經七八十歲的 那個世大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不要再幻想 所以說地界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地界真如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地界真如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地界自信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地界自信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地界自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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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何以故善限 地界乃至世界 本性真如自信 志向若動若驻不可得顧 互次善限 法界 法界更廣 法界 當然我們如果講精神現象的十八法界就好了 不再講那個地球以外那些所謂空間的 法界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真如實際 不失一界 安穩界等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限 法界 本性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所以諸位你們以後講話 跟人家講話 有一種話盡量不要講 我跟你講有一天你聽我的話你要注意聽 你如果不注意聽你就不恭敬我 這個是什麼 就是法界的執著 法界兩個字很廣 我剛才講是一個例子的法界的現象 我們耳朵 鼻子 然後地水佛風 這個都是法界的現象 法界蠻廣的 所以在這個言語的編語當中 你剛才我剛才講那個屁的話不要說 起心動念也不要起來 都接受 接受 所以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真而實際不失意界 安穩界等本性 不管你所遇到的真如 實際不失意界 安穩界都一樣 他的本性也是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所以諸位你們要建議你們 我們讀波羅波密托以後你們修所有的功法 沒有關係 你喜歡念佛號 拜佛 持咒 其實都沒關係 但是提醒你們 希望把你所做的功課 能夠融入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因為無所從來 所以你不要再要求 那個佛號是要讓你一心不亂的 不要再要求 因為你在要求就是有所來 有所去 有所住 聽得懂 因為這個佛號本來就是跟你打成一片 你不要再懷疑了 好不好 如果你這個不懷疑喔 真的 岔樓之間你就融入了 我們現在喔 所有修行的佛法 並不是那個功法有什麼缺點 是我們的教理的理路的那個修行人 他不徹底理解佛法 所以記住喔 我們是講佛法喔 不是講世間法喔 佛頭所捷悟的波羅波諾尼比多羅法 本來就是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聽得懂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沒有接受這樣的教育 我們所有的用功的修行的觀念 都是用對立的提訪的心態 保護的心態 然後再練你這個佛號 聖號 或者練什麼咒語 這時候你練一輩子也不可能得到一心不亂 因為你的出發心就已經不是 因為你的出發心沒有安住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的理解 聽得懂嗎 所以佛號是希望你 你練的人跟他融入 不是在幫你對峙 妄念煩惱用的 請問這個觀念你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可以接受就叫波羅波諾尼比多 以前因為沒有天經文法 所以包括師傅在內 我們曾經經過外環位 用佛號去抵擋我的妄念妄想 可是我們有哪一次成功 沒有一次成功 後來我們就要檢討 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你這個修行人 對於理解佛法的那個道理 已經錯解了 可是我們不知道我們錯解 那我們必須透過一直聽經文法 然後去改變我的觀念 把所有聽經文法 把你的那個以前有所得 有所防備 有所抗衡的那種觀念 開始用波羅波諾尼比多法義 跟他融化融結 不要再有這種心念出來的 聽得懂嗎 因為你的念頭都是佛號的念頭 聽得懂 要改變 這個時候你才用 念這個佛號的當下 就是安住在本性無所從來 亦無所去亦無所住 這個佛號已經不在你的身上 看到你這個修行者 叫做師一心 理一心 理師一心 師師一心 看不到這個痕跡了 因為你安住波羅波羅密多 好 善憲 法界真如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 真理實際 不是一界安穩界等真如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 善憲 法界自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 真如實際 不是一界安穩界等自性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 所以我們把它翻過來 任何一個十方法界的聖號 它的本質是真如實際 不是一界安穩界 然後它有這樣的 真如實際 不是一界安穩界等自性 它的自性的水平是什麼 這個佛號 你念這個佛號的人也是一樣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 你可不可以體會到這樣子 善憲 法界自相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 真如實際 不是一界安穩界等自相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 何以故善憲 法界乃至安穩界等本性 真如自性 然後自相若動若住不可得故 出次善憲 不是bono monomitoa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亦無所住 你看喔 從六度也是這樣的磨練你 境界安穩近近近立 波羅波羅蜜多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 善憲 不是bono monomitoa 本性 所以記住喔 不是bono monomitoa 本性是言其法 好 本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 境界安穩近近近立 波羅波羅蜜多本性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善憲 不是bono monomitoa 真如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 境界安穩近近近立 波羅波羅蜜多真如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善憲 不是bono monomitoa 自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善憲 境界安穩近近近立 波羅波羅蜜多自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善憲 不思bono monomitoa 自向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善憲 境界安穩近近近立 波羅波羅蜜多自向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善憲 不是波羅蜜多乃至波羅波羅蜜多本性 真如自性自向若動若住不可得顧 為什麼 因為言其法的關係 大家盡量接受言其法 你那個我見身見會越來越淡薄 人家攻擊你也是言其法 人家不攻擊你也是言其法 你不要另外想 想說那是他故意的他不故意的 你不能這樣想 你這樣想你換了儀蓋 儀蓋上面蓋個房子就愚痴 愚痴的痴怎麼寫 裡面是不是法語的愚 你盡量不要愚 不要胡思亂想 胡思亂想我們就愚痴 愚痴就等於什麼無明 無所了之 有所得有所著 或是善憲 勉絲念著無所從來 予無所去予無所住是症斷 主委我們修餐子照品 也是讓你破我法二指的 不是用餐子照品修公法 聽得到 所以我一直提醒主委 我們釋迦牟尼佛的果味 是把你的執著缺點給改掉 才有果味的 我們跟世間不一樣 世間是分數越高 果味越高 聽得到 我們是相反的 聽得到 因為我們為什麼相反 因為我們目的要在你的 這個修行人的身上 不管你讀哪一部經都沒關係 但是必須在你的身上 身口一三世 看到你漸漸 無貪 無撐 無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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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才叫波羅波羅密度 好 包括四念柱 乃至呢 四正貫 四神主 五根五粒 七正解之 八聖道之 無所從來 予無所去 予無所住 也就是說我們借用前面的因緣法 栽培你根本的教育 什麼根本的教育 無所從來 予無所去 予無所住 所以你為什麼要修學那麼多的方便 這根公法的理念 就要考考你有沒有做到 無所從來 予無所去 予無所住 是這樣 從四念柱去訓練 從四正段去訓練 乃至從七等節之八正道之去 去訓練 然後無所從來 予無所去 予無所住三線 四念柱本性 無所從來 予無所住 予無所去 予無所住 四正段乃至八聖道之 予無所從來 予無所去 予無所住 三線 四念柱真如 無所從來 予無所去 予無所住 四正段乃至八聖道之 真如 無所從來 予無所去 予無所住 三線 四念柱自信 無所從來 予無所去 予無所住 四正段乃至八聖道之 自信 無所從來 予無所去 予無所住 三線 四念柱自向 無所從來 予無所去 予無所住 四正段乃至八聖道之 自相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可以故善現是念住 乃至八聖道之 本性真如自信自相 若動若住不可得故 互至善現 如是乃至佛實力 包括很高的境界 佛實力也是一樣 十八博共法都一樣 所以我們修學佛法的每一個階段 我們用世俗地的闢語 小學階段要了解元祈法 初中階段也要了解元祈法 然後高中階段也要了解聖身元祈法 大學 碩士 博士也要了解聖身元祈法 那你聖身元祈法 隨著你的歷練的程度越來越高 你的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你就真的做到了 你要懂 你都要去磨練 所以你不能逃避陰元 不能逃避五印的陰元 十二路 十八界 六大的陰元的花生 你要接受 因為它的花生裡面有逆境順境 給你看看你這個修心人還有沒有有所住 聽得懂 有所住 所以諸位裡面 如果了解法裡 都無助身心 面對一切法的逆境順境 假如你讀波羅伯母東 那我們告訴你 你提升的方法節制力 有一天你的國土發生地震水災 風災 你都一樣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對 可是我們外環位的人就要趕快 念佛號作語 補比補比 我平安 其他人也要灌 請問你這個念頭起來 是覺悟者嗎 你是自私的人 為什麼自私 我見 身見 聽得懂 你要懂 所以諸位瞭解波羅伯母東 接受延期 接受延期 因為本來就會生生妹妹 你像我們前上個禮拜的東加的大地震 好在是發生在 這個不是國土 是在海底發生 你看 如果發生在一個國家的地球的土 土地的話 那還得了 因為專家說是500顆的鹽子彈 廣島的鹽子彈的威省之力 我後來想一想 我們這個75億人口 還是有修行 這個75億人口的那個 那個還是有福德因縁 不然其他一個國家 我們都不然累到哪裡去了 500顆鹽子彈的威省之力 所以諸位你看 我們在學佛的當中 我們遇到了這個延期法 我們不在意去找有邊無邊 依有依無非無的截觀能力 聽得要自我截觀 好 如是乃至佛實力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是無所謂 事無愛解 大慈大悲 大喜大慈 十八佛不共法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 佛實力本性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是無所謂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本性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 佛實力真如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是無所謂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真如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 佛實力自信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是無所謂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自信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 佛實力自向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是無所謂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自相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何以故善現 佛實力乃至十八佛 不共法本性 真如自信 自相若動若住 不可得故 你看我們臨很高的境界都要培養這樣子 福至善現 菩提無所從乃 你看我們要追求菩提 成等正解的菩提 可是菩提也是一樣 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佛陀也是一樣 佛陀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反過來 達到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的人 才可以叫做佛陀 聽得懂 反過來是這樣告訴我們答案 善現 菩提本性 無所從乃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所以以後人家問你說 請問你們學佛法要學什麼 我建議你們 我們學佛法只要學三獨五蓋 越來越減輕 不管皆那低 皆那高 不管是剛歸一 或者將來已經學佛五六十年 我們的走的路都一樣 我們為了把三獨蓋減輕 這個才叫做學佛法真正的本意 聽得懂啊 如果你學佛法這個沒有了解 你以為我們的受戒的接納越高 叫做修行高 那錯了 那不是這樣解釋的 聽得懂 我們學佛法要在你的身上看到 你有沒有 什麼叫佛法 這樣就好了 如果他 你看你坐地鐵 坐火車 如果遇到人家問你這個佛法 你就這樣回答 你不要再去回答說 你一天要練多少佛號 做那個才叫學佛法 那不是叫學佛法 聽得懂嗎 那是次第的接引可以 但是最究竟的回答 因為剛學佛的人 你要給他最究竟圓滿的回答 不要再給他那個小學的 那個程度的回答給對方 因為他會先入為主 聽得懂 他會對你的話 會先入為主 那如果你遇到釋迦摩尼佛 你看 為什麼很多佛陀在世 很多悟性很好的 在佛陀面前上來比丘上來比丘你 虛法制落 我都沒辦法 我用剃頭刀 這麼多虛法制落 我那時候都好羨慕 我都在綠學裡面講 哪有這樣的善來比丘 那我不是善來比丘 我是還來比丘 哪個還 還老的還 聽得懂嗎 所以我頭髮都要靠那個刮鬍刀 禮一禮 要電鬍刀禮一禮 我們沒有辦法虛法制落 我本來是要打電話問釋迦摩尼佛 當年那些西法制落以後 還會不會講頭髮 我頭髮說會 因為他是人道眾生 所以照樣會 聽得懂 不過西法制落我還要考慮考慮 不然真的還假的 對我這個 我不是疑後心 我是有疑 有什麼疑 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 我要了解言起的真如相 所以我當然要跟釋迦摩尼問清楚 好 佛陀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菩提本性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佛陀本性 你看喔 所以我們讀到這個佛陀 不是指人喔 指一個 自絕他絕 無二言滿的結行者 叫佛陀 然後西達多他本能做到這樣的水平 裡面也可以做這樣的水平 都可以做到這樣的水平 就是怕你們的執著看不開放不下 還要把他省下來執著一下 這沒辦法了 就不能達到佛陀的水平了 佛陀本性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善現 菩提真如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佛陀真如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善現 菩提自信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佛陀自信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善現 菩提自向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佛陀自向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何以故善現 菩提佛陀本性 真如自信 自向若動若住不可得故 反過來我們把佛陀兩個字 然後換你們的名字 以後你們就知道 然後 佛法漢章 佛法自向無所從來 依無所住 依無所住 何以故善現 佛法本性真如自信自向 若動若住不可得故 也就是說你這個佛陀可以改你們的名字 然後你去看你的這個 因為名字是假象 可是你有肉體啊 你看你的肉體 菩提佛陀本性 真如自信自向 若動若住不可得故 呼之善現 有為戒 無為戒 然後 無所從來 有為戒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無為戒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 有為戒 本性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無為戒 本性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 有為戒 真如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無為戒 真如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 有為戒 自信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無為戒 自信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善現 有為戒 自向 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無為戒至相 無所從難 於無所去 於無所住 何以故善憲 有為戒 無為戒本性 真如自信 自相若動若住 不可得故 善憲 由此因緣故說大聖 你看我們總結 大聖所要截觀的課程蠻多 你看從五印十二路 一天二十四小時你都要 從五印十二路十八再一直截觀到 然後十八不共法 然後無上正等真傑 都是無所從來 依無所去 依無所住 你看你都要安住在這個截觀的能耐裡面 所以善憲 由此因緣故說大聖 所謂修學大聖的人 無來無去 無助可見 如如虛空 所以你看我們漢傳真的要謙卑一下 不要動口 開口閉口說我們修大聖活完 你看如果你讀這一段你有夠丟 你如果有大聖活法 為什麼你的用功的本能 或者你的那個在時間空間上的 你這個有所住怎麼那麼嚴重 所以主委你們要改過來 不是你讀大聖經典就表示你是大聖活法 這個觀念要改過來 我要在你的身上看到 你六跟一到六成 你到底有所住的比例還有多少沒有改掉 你要無助身心的人才叫大聖佛法 你還有有住心 很容易就發脾氣 很容易就變臉 那你怎麼叫做無所住的修行人 你真的都是有所住 你不能叫做無所住的修行人 聽得懂 無所住的聲音 故說大聖無來無去 無助可見 如如虛空 好 這一點總結 以後你們打佛氣的時候 你的法義的教理就是安住這個心態 安住什麼心態 無來無去 無助可見 如虛空的心態 跟所有的法門結合 所以我才會跟諸位講 一心不亂 他來找你 不是你去找一心不亂 你去找一心不亂 找一輩子也找不到 你應該先把你的缺點改掉 他們來找你 無所住心的聖號來找你的 你如果還用有住心 那你一輩子都不可能的 因為你都用你的直劍 果劍 再看這一句聖號 再看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這個聖號就是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的代名詞而已 忽自善憲 如說 如如又如虛空 前後中繼皆不可得 好 我們講虛空 請問我們昨天有沒有遇到虛空 有 現在有沒有遇到虛空 有 明天未來有沒有遇到虛空 有 請問虛空到底要安住過去現在未來嗎 沒有 虛空說我不安住過去現在未來 聽得懂 所以記住喔 你可不可以了解這個 所以才說 又如虛空前後中繼 前後中繼就是過去現在未來 皆不可得 大聖一而前後中繼皆不可得 所以你在大聖的前後中繼的當中 請問你要抓住哪一個 所以佛陀在阿昂法會都這樣的提醒 大家常常要記住 對過去不顧念 對未來不醒目 對現在保持無助身心或者保持空極 然後三世平等你看喔 因為前後中繼皆不可得 因為不可得就是我不會 在這個可得當中我會著想 所以我就不可得了 不可得你要記住 三世平等超出三世 顧名大聖 請你們畫起來 三世喔 平等喔 什麼叫平等 因為他會生諸一昧 生老病死 沉諸壞空 請問過去的延起的 生老病死 沉諸壞空 生諸一昧 有沒有發生 有 我們現在有沒有發生 未來有沒有發生 有 都發生 都發生了 所以佛陀都用這樣子的 一直提醒我們 反對過去的 不要再去顧念他 可是我們以前 像師父以前在初學的時候 一打坐都是過去的影像 一大堆的 我不想顧念 他偏偏也要顧念 為什麼 習氣深重 不是你想不想就不想 因為我初學的時候 也用佛號座椅壓他 也沒有一次壓成功 他一樣一直顧念 一直回憶 一直顧念 回憶 你看 所以也要告訴自己 不要顧念 不要顧念 沒辦法 因為那個習氣累結太深了 也就是說什麼累結太深 對顧念的影像 顧念就是回憶 回憶過去的種種的示威 對這高低媒素 時間空間所發生的事件 師父我沒有想他 他都自己跑出來了 為什麼跑出來 這叫習氣 你不用動念 他就來找你 那些的妄念特別來找你 因為習氣 可是你要如何把這個習氣 轉為視覺 哇 你要一段時間 所以要一段時間 但是你如果沒有天經文法 消融這個你的 有所得的執著的習氣 我告訴你 一輩子不可能成功的 聽得懂嗎 一切不可能 因為你一定在馬上用功 馬上誦經拜 都是那些回憶的念頭一直出現 記憶 因為你曾經看過 聽過 嗅到 腸到 觸到 那個記憶都會存在 所以只會你如果 用菠蘿蜂的化解 你對 對過去現在未來的記憶 的執著 但是大家聽聽文法以後 不用著急 因為你著急也沒用 他也去 他這個妄念也去除不掉 你不用 你好好做一件事情 多欣喜再欣喜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是成等正解的佛 包括比較有正量的善知識 常常都講 休息再休息再多休息 休息什麼 菠蘿菠蘿蜜多的化理 久了以後 他那些妄念執著不會來 聽得懂 你也不會去找他沒麻煩 他也不會再找你麻煩了 這時候你就會懂得 應無所住而升級新的答案了 就答案了 所以你看 又如虛空前後 終祭皆不可得大聖 一而前後 終祭皆不可得三世 並等超出三世 故名大聖 所以要請你們畫起來 如是如是 如如所說 所以則何善獻 你看喔 現在讓你去截觀 過去的你 你都 今年50歲了 過去的49歲48歲 你們都已經經歷過了 請問他現在還抓得回來嗎 抓不回來 所以過去是過去是空 未來是未來是空 現在是現在是空 三世平等三世平等空 超出三世超出三世空 大聖大聖空菩薩菩薩空 這個空我們已經跟大家解釋了 清淨平等 記住 何以故善獻 空無1234567890等差別 空裡面沒有 只是延起在變異 事故大聖三世平等超出三世 那記住喔 假如你用平等的心 看到過去現在未來 他們都會變異的現象 變異現象就是平等 就是延伸延媚 這個就是三世平等的法 聽得懂延伸延媚喔 那你在延伸延媚不要再有 有見 你的身見我見產生 這時候你這個修行人就安住在 事故大聖三世平等超出 三世 以後你在打坐的時候 就沒有過去現在未來的影子干擾你 聽得懂啊 假如說你 所以你現在 如果還有那個執著的那種影像出來 你不用害怕 你去看他的執著的影像 也就是說你的念頭起來 他必然會幹嘛 生諸一昧 你放心 他不會停頓的 你要用什麼石頭壓草的佛號壓 也不可能壓成功 如果壓成功 我們早就成功了 所以諸位記住你要接納他 接納他 接納所有念頭 他本然性就是生諸一昧 都法性 不主動直走 我們就得到清淨法性 願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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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其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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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於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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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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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所 之歷道 百分之所 他本就是有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